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还不能开口说话 那在这个时候他说 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 代表在他演这430天的行动目具里面 第一他并不是每一天24小时都在演行动目具 他仍然会接待有一些人到他家中来 包含观看他演行动目具 也包含跟他一起坐在那边寻求主 但是他奉命不能对他们说话 那在这边我们讲到说 他说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 原本是主耶和华的手降在我的身上 就在他们都静默不语寻求主的时候 耶和华的灵或是耶和华的手 再次降在以西节的身上 我观看 见有形象如仿佛火的形状 从他的腰以下的形状有火 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 仿佛光耀的金金 再次上帝向以西节显现他的形象 腰原文是双束 所以代表是双臀 再次让我们回想到之前 第一次在加巴鲁河边 第二次在平原 耶和华像以西节所显现的他 威严的宝座 荣耀的形象 那这边一样都是跟上次一样 有火的光辉 有光耀的金金 金金原文是眼睛 就是代表上帝的荣光 像一闪一闪发亮的眼睛 那个金属的亮光闪烁 然后呢 第三节 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 这么多讲仿佛好像样式 代表那个异象 实在是很难去描述 以西节已经尽量去描述 好像什么 然后呢 这一只神所伸出来的手 就抓住我的头发 然后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 哇 这个已经是很难想象了 但是以西节尽量描述了 然后在神的异象中 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内院的门口 在异象当中 上帝 他把以西节带到了 千里之外的耶路撒冷城 因为他们这时候 其实是坐在巴比伦贝鲁之地 以西节的家中 在这个 今天的伊拉克南部 巴比伦那个地方 那附近 巴比伦的附近 那上帝就把以西节带到 耶路撒冷城去 要让他看清楚 耶路撒冷城 这个时候 他们是如何 因为 在贝鲁的人当中 他们不是很清楚 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百姓 现在状况如何 真的如同 以西节所讲的 那么的败坏嘛 因此呢 以西节 就被上帝的灵 亲自带到那里去 看看那边 真实的信仰状况 他说他被带到 耶路撒冷朝北的 内院门口 就代表说 他来到的这个 圣殿区 耶路撒冷城里面的 圣殿区的内院 内院的北边 的入口处 从圣殿区的 内院 北部 北北朝北的门口 进来 往南 走下去 首先就会看见 祭坛 所以呢 这个 耶路撒冷的 这个圣殿的内院 朝北的门口 原本是 以色列的百姓 可以 站在那个地方 观看 祭司如何在 内院里面 的 这个 祭坛那边 把他 这个 要献祭的 祭物 奉献给神 他们可以 站在那边观看 但如今呢 那个门口 那个地方 大门口的入口 竟然在那里 有触动主 愤怒的 偶像的座位 就是惹动 祭邪的 哇 太夸张了 原本是百姓 站在那个地方 持着一个 尊敬神 圣洁的心 观看 他刚刚 所献给神的 祭物 祭司 现在如何 在祭坛前面 把他献给神 是一个 很敬畏神 所站的一个 观看的位置 竟然现在是 设立了 偶像 在那个地方 谁知 在那里 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形状与我在 平原所见的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呢 以西节看见 在圣殿区里面 上帝的荣耀 目前还停留 在圣殿里面 暂时都还 与百姓 同在 就如同之前 他在 平原的时候 所看见的 神的荣耀的形象 第五节 神就对我说 人子啊 你举目 向北观看 向北 后面 原文还有道路 你举目 向 北的 北边的道路观看 因此呢 以西节 他现在不是站在 这个 圣殿 这个 内院的 北边的 入口处 但上帝要他 就向北 观看 我就举目 向北观看 现在这个 祭坛 门的 北边 在门口 有着 惹 祭邪的 偶像 那 当然看着这个 偶像 设立在门口那边 当然是很难过 但是上帝又对他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所行的 就是在此行着 大可证的事 使我要远离 我的圣所 你看见了吗 你还要看见 另有 大可证的事 刚刚第四节 以西节 看见这时候 上帝的荣耀 同在 仍然还在圣殿里面 但第六节 这边说 你既然已经看见了 他们在这边 摆设偶像 所以呢 我就要离开 我的荣耀 要离开这个圣所 而且我告诉你 他们所行的 可恶的事情 可憎恶的事 还不是只有这一件 还有别的 第七节 他就领我到院门口 我就观看 见墙上有个窟窿 看来神 没有要带领 以西节 跨过那个门口进去 因为那个门口有偶像 所以神没有要他 从那个地方进去 他反而把他带到门口 围墙 旁边 结果发现墙上 有一个洞 有一个窟窿 他就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挖墙 我就一挖墙 看见里面有一个门 他就说 你进去 看他们 在这个里面 所行的可证的恶事 我就进去 一看谁知 在四面的墙上 代表他来到一个房间 那这应该就是 这个库房 因此呢 就是说他从这个 内院的围墙 挖了一个洞 然后 进到里面的库房 看见有一些人 鬼鬼祟祟的 一起躲在这个库房里面 做什么呢 在四面的墙上 画着各样爬物 和可证的走兽 原文后面有的形象 也就是说 在这个四面的墙上 这个神秘的库房里面 四面的墙上 画了各种 很可恶的爬物 跟走兽的这些形象 然后并以色列家 一切的偶像 也都豁在这个库房里面 在这些像的前面 竟然有以色列家的 七十个长老 站立在那里 而且沙藩的儿子 沙藩是 这个约西亚王宗教改革时代 一个重要的大臣 那沙藩的儿子 亚撒尼亚 代表这个人是以西洁 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前 他就认识的一个人 他竟然也跟着 这七十个长老 站在其中 个人手里拿着香炉 烟云的香气上腾 代表他们在 这个库房里面 向这些偶像 烧香献祭 是以色列的领袖 七十个长老 还有大臣沙藩的儿子 这边讲到怎么样 好像让我们看见 在民宿记里面 两百五十个领袖 他们各自拿着香炉 要向神献烦火 然后惹动神的愤怒 因此让我们看见怎么样 真的是很糟糕 十二节 他对我说 人子 以色列家的长老 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 所行的 你看见了吗 他们常常说 耶和华看不见我们 并且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 他又说 你还要看见他们 另外行大可证的事 这边耶和华跟以西结书 跟以西结书 这些长老们 为什么在暗地里 在这个房间里面 做这种可证悟的事 第一 他们认为 耶和华看不见我们 在暗中所行 第二 就算耶和华看得见 也没关系 因为耶和华早就已经 离弃了耶路撒冷 他们认为 跟耶和华求告都没有用 敌人还是来围攻我们 何必求告耶和华 我们转而来求告这些偶像吧 其实不是求告耶和华没有用 是因为他们不悔改 所以他们当然 就是得不到神正面的回应 我们继续来读十四节 他领我到耶和华店 外院朝北的门口 我们刚刚是从 内院朝北的门口 现在往外面一点 看到外院朝北的门口 百姓是这样 他们从这个圣城里面 要进入整个圣殿区 是从北边这边 带着他们要献祭的这些动物 先经过外院朝北的门口 往南走 然后呢 在这个 内院朝北的门口这边 就把这些献祭的动物 交给祭司 让祭司在内院里面 祭坛前 把动物献给神 而献祭者他们本身 就站在内院朝北的门口那边 观看祭司的献祭 那十四节说 是往外面一点到外院朝北的门口 看看那边状况如何 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 为达摩斯哭泣 哇 这也是很离谱 为达摩斯哭泣 这是在两河流域 很多外邦人 他们所进行的一种宗教仪式 达摩斯是外邦人的偶像 结果在外院朝北的门口 是百姓一般 要带着他们的献祭的动物 进来的入口 在那边现在也是公开 在向偶像 来进行宗教仪式的场所 因此十五节 耶和华对我说 人子啊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 我想以西节 心里面已经荡到谷底 但耶和华说 你还要看见 比这更可证的事 还有啊 因此呢 他就又带领以西节 往回走 他又领我到 耶和华殿的内院 现在就进来到 内院里面了 谁知 在耶和华的殿门口 还有郎子 还有祭坛中间 现在已经进到内院去了 有二十五个人 被向耶和华的殿 面向东方 拜日头 拜太阳神 来到内院 那这边基本上是 祭司立位人 他们才可以进来的地方 一般的百姓是 就停在 内院 朝北的入口 门口处 就不能再进来 这边讲到二十五个人 很可能指的是 二十四个班次的祭司 再加上大祭司 所以总共是二十五个人 那二十五个人 他们站在那边 敬拜耶和华吗 没有 刚好相反 他们是背对着耶和华 向东来敬拜太阳神 因为呢 这个圣殿 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向着东边 所以呢 他们的正面 其实是东面 但是这二十五个 可能是祭司 和大祭司 他们竟然是背对耶和华 向东边 来拜太阳神 因为太阳 是从这个东边出来 因此耶和华对我说 人子啊 你看见了吗 犹大家在此行这 可证的事 还算微小吗 他们在这地 骗行强暴 再三惹我发怒 他们还手拿枝条 举向鼻前 这也是一种 外邦人的宗教的仪式 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 我眼必不顾惜 也不可怜他们 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 我还是不听 这边让我们看见 耶路撒冷那个时候 充满了对神的悖逆 公开在圣殿里面 拜各种的偶像 但他们呢 虽然向上帝的耳中 大声呼求 我还是不听 代表他们是 那时候是混合宗教 他们又拜耶和华 又拜各种偶像 上帝说 这样子我是不会理你们的 我一定会追讨 你们的罪恶 弟兄姐妹 今天的经文 不仅让那时候的以西节 大吃一惊 也让我们大吃一惊 我们也要来反省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除了敬拜耶和华 我们心中是否也敬拜 许多的偶像 我们是否也大声向耶和华呼求 可是我们也频频 在对心中各种的偶像 来做敬拜的动作 难道我们以为 神真的看不见吗 难道我们以为 如同那些 七十个长老所说的 反正耶和华也看不见 反正耶和华 也不垂听我的祷告 不是耶和华 不垂听你的祷告 是因为如果你 你我不离开 罪恶的欲望跟动机 神怎么可能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透过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有 严肃跟深刻的信仰反省 主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 一方面敬拜你 一方面我们心中 仍然像许多的偶像 敬拜跟靠拢 我们怎么可能专心侍奉你呢 主这样的一种 混合宗教的敬拜 是否在今日基督徒教会当中 仍然出现呢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不在你的面前 亵渎你 不遵你为圣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